各位好,我们闲话少叙,书接上文。 1978年5月份,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严加干,正式卸任所谓的中华民国领导。 领导人,紧接着呢,他是5月份卸任,7月份就担任了一个职务,一个什么职务呢? 这个职务叫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,担任什么呢? 担任会长,在这个台湾人看来啊,他们才是这个中华文化的唯一合法代表。 所以呢,他们地区的领导人就成立这么一个看似民间,实际是由政府在后面操控的组织。 为什么担任的是会长,而不是主席呢? 因为啊,这个主席二字大有来头。 在古人看来,分配食物是头等大事。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所以为了防止忙中出错,忙中生乱,就必须在宴会也好,在这个酒席开始以前, 事先安排好席位,这个席位就是每个人在餐厅里所坐的位子。 古代的人都是席位,所以啊,这个席位要根据地位的高低来安排。 手脑人,手脑人物,中心人物,显赫的人物,就要放在席位的正中间,所以叫主席,主人或者主兵之席。 无论是国家,还是现在的一些国家,还是现在的一些政党,各个社会的团体,林林总总吧。 尤其是东方人,特别爱叫别人主席,或者自己喜欢被别人称作是主席。 有很多的这个同乡会,书法协会,绘画协会,作家协会,也都有会长啊。 但是呢,却都不喜欢,别人叫什么,哎呀,张会长,王会长,哎呀,总觉得拿不出手,让人家叫会长,都要让人家美美的称呼一声主席。 感觉好受用啊,这个胡主席,这个书法协会的刘主席,哎呀,被叫主席,可以说是极大的满足了自己的虚荣性。 教会长啊,怎么说呢,教会长啊,总有这个狗肉虽好,但是上不了正习的意思。 你看,东方人就是这样,说什么呀,也能够说到吃上面了。 所以,有的夸张的民间或政府组织,一个主席,后边竟然跟着29个副主席。 哪怕是富的,也要在这个title上,著名,哎呀,本人是某某协会,或者某某组织的主席。 哪怕是富的,必须要注明,自己是主席。 生怕别人,不能高看自己一眼。 就像我来这个美国第一年的时候,认识一位老先生, 是这个某一个省,同乡会的,副会长。 以前不太熟悉的时候,就经常在我面前夸耀。 哎呀,小刘啊,哎呀,我这个身份啊,算是侨领啊。 啊,知道吗?我这个回国啊,特别有面子。 啊,这个某某某啊,国家领导人,到美国来访问。 你看你看,我们两个是合过影的,照过相的呀。 啊,我要是回国,那这一般地方上的领导, 都是要派车来接我的。 嗯,我认识的呀,不光是这一个同乡会的会长。 还有另外一个,也是某一个, 他这个倒不是一个省了,是一个地方的同乡会。 因为这个有钱嘛,所以发达了之后啊, 不光在经济上,也要在政治上,让人高看一眼。 哎,你看你看,这是我跟谁谁谁啊,合的影。 然后啊,就把照片放大,摆在这个办公室里。 显得呀,好像很有面子。 哎呀,所以说啊,我们的这些个先民,前辈们, 不光是现在了,可以说世世代代, 都曾经为了家国天下,抛家舍业。 可最后呢,却又全部无一例外的披家戴索, 难以摆脱智库, 难以跳出这个虚荣的牢笼。 这个主席,在古代呢,是居中而坐, 而其余,参加这个宴会的与会来宾, 那又是按照一定的等级,秩序,分裂于两边。 叫什么? 叫列席。 所以什么人做主席, 什么人只能列席, 都有啊,一定之规。 这些规矩,合起来就被孔老夫子称之为礼, 礼的礼。 孔老夫子也是最早的礼学家。 好,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, 感谢各位捧场, 我们下期再讲。